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一支笔呢 就是有点像是水饰品呢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先介绍一下这个品牌Charmel 就叫采末 应该有淘宝买过笔的了 应该也不陌生 首先讲一下这个包装吧 就这样子一点点的内容信息 这样子 其他的一个就没有看到别的了 有点浪费 有点浪费 不太环保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好 那这个包装是 你看就是都被快递压扁了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给拿出来一下 然后拿出来以后 引路眼帘呢 它只有剩下这只黑色的 其实我想买那只蓝色的 结果没有货 好 先把这个笔给拿出来一下 然后看一下里面还有些什么 这几个 还还说墨水啊 墨水 反正就收 收起来吧 还是 然后这个包装基本上就是 真的有点浪费 这个放这吧 好 不知道 我还用一个铁圈 然后呢 不止 哦 有史以来看到一个最 最巧思的一个说明书了 最有心思吗 难道是 但是说实话真的是 也行吧 也行吧 好 那为完这个说明书买单以后 比较开心的是怎么样 他在这里你看到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钢笔的一个笔尖吗 我为的是 其实是这个东西 他送的这个玻璃尖 其实我主要想要的是这个 那为什么呢 室墨用 就是为了就这么简单 室墨没有别的了 那暂且我们先把这个笔的一个笔尖 我们先放一边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笔尖给换回来先 好吧 这一些的话也放一边去 那暂且就换这个 顺便给大家试一下这一支笔好不好用啊 那我买的是一个EF尖 整体来讲基本上就是 哎 看一下啊 146800 哎 一按的两支 好 百利金的M800 还有 有万宝龙的146 能看到了 哎 完全是拿着146的这个外形了 这个是肯定不用去想的 基本上连曲线等等写热写热的那些都没有这么这么接近 那这个是完全很接近的 看来应该是完全能做到的 那笔的话能看到完全出息等等都没有任何差别 好 那基本上也不用对比了 那就是一 这支基本上拿的就是146的这样子 因为能看到这里的一个中间它是收的 这里是胖的 然后这个尾端也是一样很大气 那但是这里尾端的一个部分它是一个环 能做平的那最好了 但是然后这里用一个白乐的小球的这样子一个比较了 但是这个地方觉得有点过度的很奇怪 过度的不是很顺这样子 嗯 比较上面来讲觉得还是能做好一点 但是这个小球吧 哎 有点紧的一个比较 前端的话基本上有稍微缩小一点了 但这个小球比较 然后放在这里有点眼前一两线呢 虽然我们不说就是这种应该叫致敬还是叫借鉴等等的啊 一些词语 嗯 上面写了sikib 我不太懂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样子 这支笔的型号我去看一下 呃好像没有看到它一个 它一个的型号是什么了 但我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了 知道观众麻烦跟我讲一下 首先这个颜色笔感来讲的话 说实话真的不是很讨喜这样子 就是有点脏脏的一个感觉 但是也不影响说使用了这个美观性完全见能见知了 怪不得就剩下红色和黑色了 哎 这个也没办法 那反正照样用吧 笔的话反正就是哎 这里有点不太一样跟146的那个地方啊 好 那还是不要拿146来比了 这个价格差了差不多是三位数字的 三位数字的倍数了 好 那个拿起来的时候整根笔夹的话 有一个方便地方的话就是它能换一个玻璃尖 另外它的笔尖本身也是比较小的一个笔尖 26号吧应该是常见的 笔卧是我比较喜欢的稍微长深一点的笔卧 另外拿用的是一个细墨器装置的 但是我还真的是 咦 这里是试过墨吗 还是说密封圈的是黑色还是怎么样 但是说实话这里尾部这里是完全偷空了 空掉它没有甜品的能看到吧 但是我这第一次碰到这种就是接近是 对 接近是全透明的这样子的一个细墨器 有点小眼前一亮 但是这个塑料不是很轻不过清澈 那相对来讲就是觉得如果再透彻一点 那会好看很多 因为这种基本上很看你的一个原材料 另外笔尖上面我们也来看一下吧 希望这只如果它笔尖也不错的话 那倒是挺ok的一支笔 反正这只我买的就是四幕 好 那个我们先下来看一下 一样的 好 笔尖上面的压缝能看 我们能看到它是比较浅的这样子的一个压缝 然后呢再下来是这样子 然后再下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的衣力 尽量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偏圆小圆头的这样子的一个打磨方式 另外的一个跟现在国内大部分打磨方式 应该都是很统一了 因为市场就是说需求也相对来讲比较统一 那笔尖上面来讲的话就衣力相对比较小 中缝也没有看到任何的不齐 另外书写起来应该也是比较滑顺的 这样子有点感觉 因为前头前面的话也是一个小斜面 那写中文来讲应该也是偏向写中文的一支笔 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 笔尖的话就是有点相对来讲有点小粗糙 那但是也是能接受笔杆上面好不好看见能见智 那我们赶紧先来试一下写这个 说实话我还有点小期待的 这你们看 能看到吗 我来把它错破吧 好 那个 好 再来上一下 可以 OK 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再多上一点吧 反正没事 嗯 怎么好像是有点上不去 可以可以 我插的不够深 这样子 可以 然后 这样 OK 那先把这个给盖一下 关一下 这样 插插 插干净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一下它的笔尖 玻璃尖的话 我应该就不打算试一下 玻璃尖这个 玩玩就可以了 这个基本上不建议 拿来说日用 这样子 好 书写完了以后呢 首先第一个感觉 笔尖的一个书写效果很奇怪 就这种这样子一个声音听起来是很好 我写起来也很滑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笔尖上面来讲就是它有一点小刮子 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是EF尖的问题了 就有点小刮 但是没有说刮到你很难受 反正就是你能感觉到刮子 但是轻轻写到没有了 可能是我用用力太重了 笔尖的数字也OK了 但是还是傅立文或者永生呢 他们这类的一个尖书写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书写反馈 这只也是能写 而且它有配件 但是如果是能直接把它这个配件吗 装到别的笔上那就更好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可以怎么样去做的 如果知道告诉我一下 对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写起来的话反正也OK 但是不会说很特别这样子 那反正也是堪用的一支笔 那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有送一个玻璃间 如果有买5ml的一个就5毫升那种墨水的墨水式装的话 拿这个来是就非常好了 因为你又能是一个墨水的连性 又能是它的流动性 而且呢也能是颜色 然后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固定粗细 然后来达到一个你要的一个 达到就是说找或者来找到一个你想要的墨水 对大概就这样子 好 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 那个下面给我留言一下 或者是说帮我补充一下 特别是如果它这个总成能到哪一支笔上的 一定要跟我说 好 那就这样子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观看 咱们